很奇妙的東西 艾利奧游上水面去找他的海鷗朋友 紫卡圖,知不知道這東西是什麼? 他拿著一隻叉給他看 根據我觀察了人類這麼久的經驗 這個應該是一百梳 人類用它來修好頭髮 麻煩你呀,紫卡圖 我會好好地修好它 艾利奧游回到他的海底洞穴 他藏了很多人類世界的寶物在裡面 他不可以讓他爸爸,即是海底國王知道 因為他爸爸這麼像海底的國民和人類接觸 那晚,艾利奧見到海面有閃光 便游上去看看發生什麼事 在海面,他見到一隻大船 在上面放著煙花 紫卡圖,只將在五光十色之中飛去他身邊 人類在慶祝,有一個人類生日 他叫做艾利王子 艾利奧忘了爸爸的命令 偷望甲板上的人 我沒試過這麼近去看一個人 他會應徵 在船上,艾利的顧問金自比 叫大家過來 我榮幸為我們最敬佩的艾利王子 我已見到一份非常珍貴,非常巨大的生日禮物 就是和王子一模一樣的雲石雕像 我當然希望能夠當結婚禮物送給你 王子看了一眼,就轉身看著海 不要笑我這麼自比 那個女生應該很快出現 在海底裏面,有一個很可怕的女巫 她叫做烏蘇拉 她一直用魔法監視著艾利奧 艾利奧 海王借登過你,竟然愛成了人 不然,終於是個王子 她父王知道了,一定開心死 她都有這麼晚了 這個昏君 我真是貪心了少少 就趕了我出王宮 呀呀 我有這個任線 有情到初開的年輕女就如來 就可以忍到她父王上吊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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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加油 抱很 класс 響